牆上一幅又一幅的作品 畫筆的痕跡歪歪斜斜 看起來像是隨意的塗鴉 其實這些作品都出自新竹市智商福利協進會 他們是一群有著身心障礙的學員 畫畫本就不厲害 但是透過繪畫 輔導員引導他們去復健 去表達出內心想要說的話 我們的小朋友 他們語言表達人力比較差 所以我們藉由一支筆 讓他們畫出他們的夢想 他們的內心世界 所謂的藝術治療 繪畫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我們小朋友經由這些畫作 獲得了成就感 也抒發了情緒 然後我也很感謝大圓百 每一年都提供他們B1的藝術走欄 讓我們小朋友的精心解作 能夠呈現給大家欣賞 這幅畫作的主角是一名學員的母親 因為母親平常對他無微不至的照顧 臉上也總是掛著淺淺的笑容 讓學員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此 學員特別畫出這幅作品 想要表達他對母親的愛與感謝 別看他是一個自讚的孩子 可是他對他身邊的人照顧的人 他就特別的會有一些想畫 然後當他在畫這幅畫的時候 拳起他本身就一直都想的就是他的媽媽 所以他這幅就是他媽媽那種的慈祥 那很可愛的他就是那個臉 然後我們不會看得到有些圖畫裡面的媽媽 他是很大的演員就是一直在生氣 可是他的媽媽是很溫柔的一個 所以他那邊所寫的 就是所寫出來的就是 讓他媽媽呈現出來 所以我們所看出來的這個母親 頭髮長長的這樣子捲起來 然後再來穿的就是一般的那個家庭的那個素 所以更突出了這個孩子 本身對母親的那個愛 就算身體有所殘缺與障礙 但世界也從來不會拒絕任何人 在藝術的世界當中 每個學員都可以是碧卡索 用畫筆盡情的創作 恒星學坊的學員創作展 即日起在新竹是一家知名百貨公司展出 也邀請民眾一同欣賞 透過畫展認識學員們的純真與善良 記者林彥斌新竹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